这是一个轰动一时的诉讼 这是一个开创先河的判例 2009年春节前夕 借着北京奥运会的东风 一款名叫盛放鸟巢的烟花销售火爆 但正当盛放鸟巢烟花热销之际 烟花的生产销售单位 却被真正的鸟巢国家体育场告上法庭 并被要求赔偿经济损失400万元人民币 一个是烟花一个是体育场 看似毫不相干的两个主体 怎会产生复杂的利益纠纷 而法官面对全新的著作权侵权案件 又将给出怎样的判决 系列节目身边的知识产权 特邀北京知识产权法院审判一庭亭长 江颖法官为您解读烟花放鸟巢 观众朋友们大家好 欢迎收看今天的法律讲堂 2008年北京奥运会 让中国百年的奥运梦想得以实现 让所有的中国人扬眉吐气 提起那一届奥运会 让您印象最深的是什么呢 是盛大美美创意十足的开幕式 还是中国奥运军团首次获得金牌总数第一 如今北京奥运会已离我们远去 而那座被我们形象的称为鸟巢的宏伟建筑 依然矗立于仰山湖畔 见证并延续着奥运的辉煌 标志着中国的崛起和强大 如果您留心观察 可能就会发现 鸟巢也会出现在我们的身边 今天我就给大家带来了一些小模型 小纪念品 这是一条项链 这儿有一个精美的模型 这是一个金桥的纪念章 它们都是以鸟巢的设计为基础设计的 非常的漂亮 也非常的有纪念意义 可是你们是否想到过 在这些小小的鸟巢中 还会隐藏着与著作权有关的法律问题呢 北京奥运会刚刚落下帷幕 我就接到了这样一起 跟鸟巢有关的案子 国家体育场有限责任公司 自称对鸟巢享有建筑作品著作权 认为刘洋是熊猫烟花有限公司 生产销售的名为盛放鸟巢的烟花 使用了鸟巢建筑作品的造型设计 侵犯了国家体育场公司的 所以将熊猫公司告到了法院 原来国家体育场有限公司 是鸟巢场馆的运营维护单位 早在鸟巢设计完成之时 就从鸟巢设计方取得了 鸟巢建筑作品的著作权 并独家享有与之相关的商业化运作权利 鸟巢建成之后 作为2008年奥运会的主会场 它以其独一无二的建筑创举文明世界 并获得了国内外多个建筑大奖 国家体育场公司认为 熊猫公司未经授权 即生产销售盛放鸟巢烟花 世界鸟巢的设计造型和影响力 谋取商业利益 损害了国家体育场的利益 于是国家体育场公司决定把熊猫公司告上法庭 作为这起案件的主审法官 我的第一个感觉就是这个案子很新 说它新是因为建筑作品 是在2001年猪肉权法修改的时候才被引入的 而我所在的北京市第一中级人民法院 此前还没有审理过如此类型的 与建筑作品有关的案件 所以这个案子对我而言还真是一个新的挑战 我当时是既激动又紧张 不断思考着 怎么才能将这么一个新类型的案件 办得又对又好 我们都知道 小说 歌曲 绘画 电影属于作品 更要说这建筑物也能构成作品 还能受到著作权法的保护 您可能会觉得很新鲜 没准还会感叹 世界之大 无奇不有 好了 为了更好地讲述我们的故事 我们有必要先了解一下 究竟什么是建筑作品 我国住的权法保护的作品 有很多表现形式 像我们都很熟悉的小说诗歌 就属于文字作品 歌曲属于音乐作品 绘画雕塑属于美术作品 而以建筑物的形式表现出来的 具有审美意义的作品 就是建筑作品 具有审美意义的建筑才是建筑作品 听起来还是有点抽象 那么建筑作品与其他形式的作品 比较起来有什么特点 建筑作品与普通的建筑物 又有哪些区别呢 建筑作品到底有什么特殊性呢 您肯定已经注意到了 首先是表现形式不同 文字作品是通过文字表现的 而美术作品是以线条 色彩或其他方式构成的 那建筑作品呢 则是以建筑物的形式来表现的 建筑作品与其他作品 还有一个很大的区别 那就是它还有实际用途 能遮风挡雨 也能解决人们衣食住行的基本问题 这种实用功能也使得建筑作品 在全部作品类型中独树一致 同时由于建筑作品还需要具有美感 因此缺乏独创性和美感的建筑物 显然是不能得到著作权法的保护的 所以千篇一律的板楼 简易的自行车棚 是很难称之为建筑作品的 简单了解了什么是建筑作品 接下来观众朋友们 可能又有了另外一个疑惑 就算鸟巢是建筑作品 但熊猫公司明明是做的烟花生意 与国家体育场公司井水不犯河水 怎么会走到被告席上了呢 原来这国家体育场公司 是专门负责鸟巢运营维护的单位 2009年1月农历牛年的春节前夕 国家体育场公司 在销售火爆的烟花市场上 偶然发现了一款造型与鸟巢 极度相似的烟花产品 不仅如此 这个烟花产品还有个想当的名字 叫做盛放鸟巢 这卖家推出的 花200元就把鸟巢搬回家的广告语 也很吸引眼球 借着2008年奥运会的余热 这款烟花卖得很好 很受消费者的欢迎 但国家体育场公司却不干了 他们认为自己才是鸟巢的合法权利人 如何将鸟巢进行商业化运作 是他们专属的权利 而这熊猫公司不打任何招呼 就将烟花的外形设计成鸟巢的形状 明显就是剽窃 是一种非常恶劣的侵权行为 如果任由这种情形发展下去 必然会导致鸟巢的造型设计 被肆意滥用 国家体育场公司 作为鸟巢的合法权利人 也将蒙受重大损失 因此请求法院判决熊猫公司 停止侵权行为 并赔偿经济损失400万元 2009年3月3日 北京市第一中级人民法院 受理了国家体育场鸟巢 状告熊猫公司一案 面对侵权的指控 熊猫公司坚称是合理使用 那么他们的说法有什么依据 而针对这起全新的建筑作品的侵权案 法律并没有明确的规定 主身法官又将如何解决这样的难题 系列节目 身边的知识产权 特邀北京知识产权法院审判伊亭亭长 江颖法官为您解读烟花磅鸟巢 得知自己被告了 熊猫公司觉得很冤枉 一方面他们认为 一个是体育场 一个是烟花 两者的用途差别很大 本来就是风法牛不相及的东西 我做烟花 怎么就损害你体育场的权利了呢 另一方面 身方鸟巢烟花 也只是借用了鸟巢的设计 将放置烟花的底座 设计成了鸟巢的形状 又不是另外盖了一个鸟巢 所以根本就不存在剽窃的问题 就更无所谓侵权了 国家体育场公司 显然不能接受熊猫公司的说法 国家体育场公司认为 如果随意将建筑设计 应用到其他产品上的行为 算不上侵权的话 那势必导致对建筑作品 著作权的保护 限制在一个非常小的范围内 因为像鸟巢这样大的建筑 几乎不会有人去干一个一模一样的体育场 如果只有这种重建的行为 算侵权的话 那么著作权法对建筑作品的保护 就将成为一句空话 庭审辩论不仅要说理 更要摆证据 为了证明熊猫公司 对鸟巢进行了抄袭和模仿 国家体育场公司在法庭上 现场展示了两箱盛放鸟巢烟花 并指出鸟巢最典型的设计特征 就是钢架交织围绕的碗状结构 而盛放鸟巢烟花产品 正好完全体现了鸟巢的这种特征 比如烟花产品的外形是椭圆形 中部也是镂空的 并且在长宽比例 线条搭配等方面 都与鸟巢高度近似 不过 对于这样的指责 被告熊猫公司 却没有正面不应 熊猫公司则是反复强调说 鸟巢的整体外观是灰色的 而我盛放鸟巢烟花 却是五颜六色的 而且这烟花可没有鸟巢中的钢架结构 而是通过平面设计图纸来体现的 根本就没有剽窃鸟巢建筑的设计特征 对于熊猫公司的这个说法 国家体育场感到非常荒谬 鸟巢是一个钢结构的体育场 而盛放鸟巢是烟花 两者的制作材料 当然不可能一样 但你们的烟花完全体现了我鸟巢体育场的结构 并以盛放鸟巢来命名 可以这样说 如果没有鸟巢的建筑设计 就不可能有盛放鸟巢的烟花设计 至于颜色的差别 大家都知道鸟巢在白天是灰色的 而在夜晚因为有特殊的灯光设计 就呈现出特殊的色彩 盛放鸟巢的色彩 利用的正是鸟巢的夜景效果 这个烟花设计的来源 只可能是国家体育场 任何人看到这个立体的烟花 都不会想到出鸟巢之外的其他作品 经过国家体育场的反驳 熊猫公司提出的抗变理由 似乎显得有些牵强 不过接下来 熊猫公司却提出 既然盛放鸟巢烟花 会让人联想到真正的鸟巢 那么这也是给鸟巢做宣传 能让更多的人感受鸟巢的绚丽多彩 等于是给鸟巢做了免费推广 可国家体育场不但不领情 还将自己告上话庭 这让熊猫公司难以接受 他们认为鸟巢是在室外公共场所的艺术作品 属于大家的共同财富 我们设计收放鸟巢烟花 也是为了让更多的人 可以以更多的方式来体会鸟巢 带给我们的美感享受 所以即便我的生放鸟巢烟花 模仿了鸟巢的建筑设计 那也是合情合法的 针对熊猫公司的这一说法 国家体育场却无法认同 并指出 熊猫公司生产烟花的目的 并非是为了公共利益 让更多人享受鸟巢的艺术美感 而是出于一己私利 谋取商业利益 就这样 原告与被告各说各的道理相持不下 双方的争议很大 那么主审法官对双方的争议 怎么看 他们审理这起案件的思路 又是什么呢 庭审如战场 硝烟弥漫 法官可不能因此被迷住了双眼 在听完双方反复多次的陈述之后 和一听还是抽丝剥茧 迅速确定了本案的争议焦点 第一 原告主张的国家体育场鸟巢 是否构成建筑作品 第二 被告的行为是否构成对鸟巢建筑作品的复制 第三 被告的行为是否属于法律规定的合理使用行为 听到这里我们的观众朋友大概又会产生了疑问 这鸟巢全世界不就独此一个吗 为什么还要审是不是构成作品呢 这里需要解释的是 是不是构成作品可不是原告或者被告说了算的 而是需要法官根据当审的主张和证据来进行判断 在案件中 国家体育场公司介绍了鸟巢的设计和建造过程 并提供了有关图片 可以看出鸟巢采用了钢架胶织围绕碗状的外形设计 空间设计科学简洁 建筑结构完整统一 设计新颖独特 在实用功能之外 又具备了相当的艺术美感 独创性毋庸置疑 构成了著作权法保护的建筑作品 法院虽然确认了鸟巢构成建筑作品 但判断一款工业产品 比如本案的烟花是否会对建筑作品构成侵权 这样的案子在全国上属首例 完全没有先例可循 当这个难题摆在法官面前时 法官又该如何解决呢 即使作为一名从事了近20年知识产权审判 工作的法官 这个问题对我来说仍然是一个前所未有的挑战 著作权法规定的复制是指以一定方式将作品制成一份或多份 盗版图书就是最典型的复制行为 而我们这起案件中的作品不是一本书 也不是一部电影那样简单 那么什么是对建筑作品的复制呢 复制建筑作品的具体侵权形式 著作权法并没有详细列举 但法官审案必须要有明确的法律依据 否则就很难做出判决 面对这种状况 就需要诸身法官发挥积极能动性 自由裁量 但又要情理法兼顾 这的确是个很大的挑战 具体到盛放鸟巢烟花是否对鸟巢构成侵权 对这个跨领域的纠纷 如果法条上没有明确规定 那么法官能否找到相关的判例来参考呢 我们首先检索了国内的相关案例 却只发现了一例 由北京市第二中纪人民法院审理的类似案件 是关于保时捷3S中心的侵权案件 内起案件是这样的 德国保时捷公司在全球 共有600多个具有共同特征的保时捷建筑 并在北京建了一家3S中心 但北京的一家汽车销售服务公司 却擅自修建了一个与保时捷公司建筑 极其相似的4S门店 法院在内起案件中认定 保时捷公司的建筑具有独特的外观造型 构成作品 被告擅自复制的行为构成侵权 在保时捷案中 被告的行为就是典型的 以建筑复制建筑的行为 但鸟巢案却与保时捷案大为不同 因为熊猫公司并没有照鸟巢的原样 去盖另一个建筑 而仅仅做成了烟花产品 那么这还算得上是复制行为吗 我们在国内外的文献资料中 都没有找到明确的答案 即使是对于专门研究著作权法的专家学者来说 这恐怕也是一个全新的课题 但是法官不能等到法学家们在理论上 研究透彻以后才能敲唇定案 而只能尝试着根据审理传统作品侵权案件的思路 去探寻一条鱼情 鱼礼 鱼法都走得通的道路 其实因为建筑作品需要具有美感 所以它归根结底还是属于艺术作品 而艺术作品的核心就在于创作给它带来的 独一无二的艺术美感 虽然艺术美感听上去是空灵的 抽象的 但它总是会以一定的方式表现出来 比如线条色彩展示了绘画的美 照片又呈现出摄影作品的绚烂缤纷 而建筑作品则是以建筑物的独特形式 对它的美进行表达 然而形式都是外在的 著作权法真正要保护的 并不是线条 色彩 照片 或者建筑物 而是通过这些外在形式表现出来的 创作者所赋予的独特艺术美感 至于外部的表现形式是什么 并不重要 也不应成为对具有艺术美感的作品 进行保护的障碍 所以对于建筑作品而言 只要是没有征得权利人的同意 便对建筑作品体现出来的艺术美感 加以不正当的使用 就属于对建筑作品的复制 而不管它最后产生的 究竟是一盒烟花还是一桩建筑 回到我们这起案件中 虽然盛放鸟巢烟花与鸟巢体育场的表现形式不一样 但它们的外部表现形式 及其意图传递出的艺术美感是非常相似的 虽然熊猫公司认为 两者之间还存在很多区别 并非一模一样 但这种说法在著作权法上是行不通的 因为复制并不要求完全相同 像本案这样的高度模仿 实质上已经体现了鸟巢的全部独特特征和艺术美感 构成了著作权法上的复制 把烟花做成鸟巢的外观形象 却侵犯了鸟巢的著作权 那么熊猫公司为此将付出怎样的代价 而在日常生活中 是不是因为有了著作权法的约束 我们就不能对建筑作品进行复制使用了呢 合理使用与违法使用之间 是否有明确的界限呢 系列节目身边的知识产权 特邀北京知识产权法院审判一亭亭长 江颖法官为您解读烟花放鸟巢 那么是不是所有复制的他人作品的行为 都是侵权的呢 事实上并非如此 我们一般老百姓出去旅游 经常会在一些喜欢的雕塑 建筑前拍照留念 也会看到一些爱好美术的朋友们 对一些室外的艺术作品进行临摹 这种对作品的使用是不是侵权呢 大家可能都会理所当然的认为 这种行为不侵权 那为什么就不侵权呢 如何用法律来进行解释呢 您一定会说 我因为喜欢拍个照画个画 可没影响谁呀 如果您真这么想了 还真是说到了点子上 这著作权法确实规定了要保护著作权 但同时也要在一定程度上 保护广大公众的利益 如果复制一幅画 二目的是为了个人学习研究和欣赏 那就是法律允许的 一方面是因为这种行为不会不合理的损害 著作权人的权利 另一方面是因为每一个作品往往都不是凭空产生的 而是需要对前任的作品进行参考和借鉴 没有学习和模仿的过程 也就不会有进步 所以当著作权的保护和公众的需求出现冲突的时候 就需要在两者之间进行平衡 合理使用制度就是这种利益平衡的结果 著作权法正是基于这样的目的 规定了12种可以对作品进行合理使用的情形 在这些情形下 任何人都可以使用作品 不需要征得许可 也不需要支付报酬 但要注明作品的出处 正是著作权法存在对作品进行合理使用的规定 其中的一条规定似乎成了熊猫公司的救命稻草 这条规定明确指出 对设置或陈列在室外公共场所的艺术作品进行临摹 绘画 摄影 录像属于合理使用 那么熊猫公司对于鸟巢作品的使用 是否属于合理使用呢 实际上 法律对于合理使用的规定是非常严格的 因为这毕竟是为了满足社会公众的需要 而牺牲了著作权人的利益 熊猫公司在烟花上对鸟巢的使用 不是临摸 不是绘画 不是摄影 也不是录像 所以熊猫公司的行为不属于法律规定的合理使用 最终我们认定 熊猫公司的行为侵犯了国家体育场对鸟巢建筑作品的著作权 并判决熊猫公司停止这一侵权行为 赔偿国家体育场公司十万元经济损失 关于赔偿经济损失方面 这与原告主张的赔偿四百万元人民币相比似乎差距很大 但判决经济赔偿的重要依据是原告遭受的损失 或者被告因侵权获得的利益 由于国家体育场无法证明自己的损失 或熊猫公司通过销售盛放鸟巢研发到底获取了多少经济利益 因此法院按照著作权法的规定 综合被告的过错程度损害后果等因素 对于原告要求赔偿四百万元的主张 不予全额支持 一审宣判后 双方当事人都对判决表示接受 没有提起上诉 案件获得了圆满的解决 这起案件给知识产权理论及实物界提供了一个鲜活的素材 也带给我们更多的思考 西方有一句谚语 法律与生活之间永存间隙 任何缜密周全的法律都可能遇到没有明确答案的生活难题 这些难题可能像鸟巢案一样没有先例 需要法官站得更高 看得更远 也可能涉及对具体条文的解读 需要法官探索情理法的支点 当一件件像鸟巢案件这样的难题摆在我的面前等待裁决时 那种因面临重大抉择而产生的压力也常常令我焦躁不安 作为公正的守护者 一念之差就可能令公正失守 多年来的审判经验告诉我 用法官的良知和理性来读懂生活 读懂社会 才能真正的解读案件 感谢您收看今天的法律讲堂 我们下期节目再见 妻子工作原因经常要喝酒 不放心的丈夫为其找了一个代价 杨莉莉和周冰都觉得省心多了 一个月后丈夫发现妻子与代价关系密切 你妻子杨莉莉和一名高大威猛的男子一起进了宾馆了 酒后代价是熟人介绍而来 那么妻子出轨之说是误会还是喧套 给妻子找了一头狼 明日 播出